俄国图波列夫公司Dupilov Aircraft Company宣布正在打造全新版的图22M3逆火长城轰炸机首架渴望于2018年升空升级版的图22M3轰炸机将安装新的头弹瞄准器以及NV45雷达和改良版驾驶舱 更重要的是将会更新成效率较高的NK32-02型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原设计用来给图数160M2海盗旗轰炸机使用 以及配备同样避兼图160M2的全新航电设备 盖头画面之后的图22M3轰炸机相当令人期待 更让中国直呼好想买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TES报道 升级过后的图数22M3M出了安装新版的头弹瞄准器 和搭载NV45型雷达NK32-02型发动机以外 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将配备全新的航电系统规格 将必尖图数160M2战略轰炸机 因此航电设备将包括导航和瞄准两大系统 俄国预计首批生产30架低价改造后的轰炸机将于2018年升空 最引人注目的是 图辅22M3M将会装备升级版的X32型反舰飞弹 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的重量达6000公斤 最大速度可达4 乌马赫射程超过620英里 可以配备500公斤以上的常规弹头 也可以搭载一枚核弹头 而全新改造后的图辅22M3M就能够 搭载三枚X32型导弹真的相当强大 其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图辅22M3M 听起来相当吸引人 也让邻国大陆军队很想掏腰包买单 其实多年前中国就传出有意购买图辅22M3 碍于俄罗斯不愿意小量出售而买不成 现在全面进化的图辅22M3M对中国更加吸引 尽管中国引进的几率不大 但是对于这架长城轰炸机仍相当看好 忠实电子报